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間在Coquitlam Bird Mountain上的Town House 是一個收樓開箱片加上幫屋主放租的內容 首先我們現在看看房屋 位置在Bird Mountain的山腰 這個屋苑的名字叫做Baycrest 我們的門牌號碼是104號 是一個Corner Unit 是新度不能再新 因為大家看到外面的懸疑本上都未做好 外面也有些位置未完結 是剛剛說一個禮拜前兩天收樓的事 屋主也是一個好朋友 原本買這間屋是Dream House 準備回樓回來 和丈夫一起住開心心 喜歡Bird Mountain的環境 但因為香港有些事阻滯了 所以改變了計劃 我現在找一個好租戶 希望可以租住幾年後 再回來的時候才再考慮收回樓 或者可能到時又轉租 我們剛剛看到門口其實是Hardy Board 這邊是Wino的Sinding 因為它是Corner Unit 多一些窗去採光 將來前面是懸疑花圃做好 就應該不可以這樣剷進來 這個位置是Visitor Parking 這間屋是104號 其實也對著前面有一些懸疑花圃位置 所以我們這間Town House 當初也選擇得很仔細 希望盡量可以闊一點 沒有那麼扭對扭 因為如果是前面的話 有些的話它會再逼一點 我們這裡是遠一點的距離 我們看看這間屋 其實它不算是很大的Town House 室內面積是1470呎左右 分開上下兩層 平層這邊進去是停車 以及客飯廳的空間 樓上有三間房間 兩個洗手間 待會跟大家進入屋看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兩個門口 剛才我們街一個門口 又回到來源馬路位 即是屋苑裏面有另一個門口位 然後入車庫就在它旁邊 我現在就拍了一部車 其實是一個雙車庫 雙車庫的雙車庫 這個Town House 我來到收樓時有一個特點 或者是一個很棒的 就是它已經安裝好充電器給大家 之前很多時候跟大家分享 這個樓盤是有充電的 這個沒有 我們現在實際上看到它 是Level 2充電 ready之餘 它連Charging Station都安裝了給你 就是你連電功都不用找 直接就已經可以充電了 一般充電車的話 如果大家不是Tesla的 普通的電車 這個插頭可以直接插進去 就可以充電了 即是拿包充電 甚麼都不用搞了 你直接電車進來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是Tesla的話 Tesla買車的時候 它會給你轉插 你將它轉插用了之後 轉插插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充電了 我現在不解釋它這個繩子 現在它變成藍色 大家如果是Tesla的話 如果變成藍色 其實綠色就開始可以充電了 我們現在充電了 就看看車內是否在充電了 我們可以來看看速度 其實這個充電插的充電速度 就是6kW 30A 我們現在設定了充電上限 是66%充電 現在我們的電量是48 所以充這20%左右 就需要兩個多小時 即是說大家如果平時 例如外面用到30-40% 如果你想充到七八成的話 大概是四五小時左右 就可以充滿了 好 之後看完充電 我們就跟大家看看室內 就是1472呎左右 上下兩層 我們先向客飯廳的空間進入 現在我們直入已經是廚房空間了 然後前面 長條形 直條的就是客廳 飯廳 這個方向就是向東南方 大家會看到有多少窗門 可以採光進來 我們由廚房開始看電影 這邊是一個直條形 長條形的廚房 再加一個中度位置 廚房空間就是整間房間 高桂林山上面 大部份的廚房 都是用Kitchen A的這個牌子 這個雪櫃就是30吋的雙門雪櫃 不鏽鋼的電器 下面有冰櫃 然後這邊廚房空間 爐頭都是30吋 然後兩邊都安裝了很多櫃桶 所以變成這些新屋 所以大家每次收樓的時候 應該都會看到一大堂 這些不同的電器的菜單 都齊全 發展商通常都會送來 少許洗碗碟機 洗手液等等 這個不錯 海綿也送來 這間房子有兩個廚房空間 好了 說了 三格櫃桶 一格小的 兩格大的在下面 全部都有軟鎖 微波爐就放在中間位置 很適合手 方便使用 不用污身 清潔也很容易 中島的話 都是繼續有很多櫃空間 然後下面 這個是洗手盆下面的空間 它是用了一個比較大的 長型的不鏽鋼洗手盆 那個海綿的面 就是康斯拉 然後這裡就是 KitchenA的洗碗碟機 過來這邊 就是這個中島位置 應該可以放到最少三張巴椅 坐櫃一點 就四個人這樣 來到這邊 就是飯廳空間 上面這裡可以安裝一個飯廳 吊燈 這裡的門出是馬路位置 都是可以鎖的 大家都可以從這邊進來 開來給大家看 門口的話 有一個小小的床位 就是有蓋子 然後有樓梯走下去 這個是前軟位置 就是往馬路 外面也會有一些停車位 大家有朋友來可以停車 然後後面就是飯廳 後面是客廳位置 這裡也有一個窗 這間屋是沒有冷氣的 暖氣系統的話 就會使用Baseball 電汽 電池 電池也是自己付錢的 然後我們看完飯廳 就去看看 這一層有一個Powder Room 有窗 Powder Room很簡單 就是座座和洗手盆 這個是車庫門 然後旁邊 Hello 太快了 來到這裡 就是門口進來 無論是車庫 還是右邊這個門口進來 都可以在這裡 即是衣櫃 可以放東西 其實這麼有趣 這裡比較難就手 這裡也可以 這裡有一個Hot Water Tank 就是這間屋的熱水供應 就是這個爐 定期維護 下面還有樓梯底的Story 樓上會有地毯 這裡就是後院的門 車庫旁邊的 都是有個台 有燈 所以這間屋其實有兩個AXS 加上車庫就有三個了 然後走廊這裡 兩邊都有個窗 因為CORNER UNIT 所以這些位置就比較光亮 我們上樓上看看 樓上全部都是地毯 上樓上之後 首先有一個 OpenBand OpenWorkshop 而且是很大的 這邊就是CORNER 除了這個窗外 另外還有樓上的三個窗 所以這邊很光亮 大家可以設置沙發 小朋友玩的位置 然後這裡就是Laundry Side by Side 也做了一個CORTS石英台面 這裡可以放濕東西 有住民空間 旁邊可以掛衣服 然後Side by Side Washer Dryer 都測試過了 沒問題的了 樓上總共有三間房 這邊一間 這裡一間 這是主人房 看看主人房 窗外還未掛紙 室外的東西未做好 這些我們都會叫Strada 盡快過來清理 這就是主人房的空間 主人房的樓底是高一點的 好像屋形挑高了的感覺 放床的話 應該是這樣放的 有一個燈按鈕 有電按鈕在旁邊 洗手間的話 它是四層的 都挺寬敞 有窗 門口進來有一個很長的桌面 所以中間有很多位置可以放東西 這裡還有一個窗台位置 窗可以開關 下面這些都是大量的桌上空間 然後Shower桌在後面 它也挺闊身的 全部都鋪了磚 還有座廁 主人房都是向著東南 有一點點景觀 大家向下面看過去 除了前排的獨立屋之外 遠一點就有森林 不過後面的鎖是Baycrest 好像是獨立屋的鎖 所以將來都會建設 但應該沒什麼阻礙 因為這邊有一條路彎 會看到遠處的景觀 然後兩個衣櫃 這邊有一個walk-in closet 它的架是很基本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之後再做這些衣櫃 這裡後面還有一個closet 另外兩間是並排 都是向著後軟的 上來我們就會看到 我們跟對面屋的距離 其實已經稍微遠了 因為多了一個花圃 沒有隔離那麼近 這是第二間房 我們去看看第三間房 這裡 一樣並排的 尺寸、高度都差不多 有些朋友會問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洞可以上去 有些時候你上去看看有沒有漏水 或者保一眠夠不夠 那些時候 譬如染屋的時候都會上去 平時大家就不用特別上去 然後兩個房間 就share這個洗手間 放在樓梯位的左邊 我覺得它的洗手間也算是很寬敞 明亮和樓底高 這個就是浴缸 再加上一個可以拿下來的花散口 上面也有9呎樓底 對 上面也有9呎樓底 這間屋的特別之處就是 所以來到上面 好像覺得房間也大些 光慢 因為樓底很高 連洗手間的樓底也很高 沒有那種drop down的壓迫感 感覺上是大些 這個洗手間就沒有窗 整間屋都看光了 現在這間屋本身是dream house 想了很久搬回來住 可惜這裡還有窗 所以整條走廊都很光亮 我們說回屋主 本身是dream house 買完之後 剛剛好合回流的時間線 但是誰知道 香港有事 就擔角了他整個planning 所以暫時就不會回來住 他就打算把這間屋租出去 現在我們會在網上放租 租金3500元一個月 收工之前 再跟大家分享多一點租務上的東西 因為最近發覺明顯多了朋友 想問 可不可以幫我找屋租 我什麼情況 一家多少口 什麼時候過來 很不好意思 其實這邊 大家真的不需要去找經紀租屋 我都沒有認識到經紀 是專門幫人去找屋租 所以都不敢怎樣推薦給大家 因為這邊 租屋的市場其實是開放的 你上網看到的東西 跟我看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跟買賣樓很不同 買賣樓經紀有一個內聯網 看到很多你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你要找經紀去代表你 你要付費用金 租屋完全是開放的 跟香港是很不同的 所以大家其實是鼓勵大家 你直接上網看就可以了 可以提到幾點 之前有一條租屋片 我跟大家分享過 大家可以看到 重點就是一個 最多問題大家說的 就是怕被人騙人生路不熟 其實主要就是兩個要點 一個是不要貪便宜 一個是一定要有機會看到房子 如果有些房子同區比 譬如我現在說 這邊我租3500元 你突然看到一個listing 是說2000元租過Cocallum Townhouse 三房四房給你 我不會說是100% 但99%都是騙案 因為租金不可能差那麼遠 另外最典型出現的騙案 通常就是 你在未看到房子的情況下 屋主已經有各種理由 在外地又不方便 你看不到房子就要你付錢 又有什麼寄鎖匙 這些都是騙案 就不用理會了 也有很多朋友說 我有聯絡過很多屋主 都不理會我 沒有回應 沒有回應有很多原因 可能房子已經租了 或者是fraud 也有或者你的情況 可能跟他不合適 有很多原因 因為我最多遇到朋友 可能是12月來 或者是9月來 我想找屋租 這些真的太早了 因為這裡的turnover 一房單位 可能是兩個星期 一個月是max 沒有什麼屋主 可以等你三四個月 也沒有什麼屋主 或者是property manager 提前四五個月 就鋪定12月租 很少很少 所以如果大家已經有過程 是今年十月來的 你就不用太早 五六月 你找我都沒有用 因為沒有人會知道 十月的時候 誰放租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 等多兩三個月 你來之前的一個多兩個月 開始找就差不多了 太早是沒有用的 希望以上的資料 可以幫到大家 我也歡迎你們 繼續有任何租務問題 就是找我 但也鼓勵大家 自己可以試一下 上網DIY一下 去找一下什麼 對的單位 至少我現在沒有身邊 認識經紀 你可以專門幫大家找屋租 如果有機會 將來認識到的 再分享給大家 謝謝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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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Tesla 直接充到就可以了 當然不是 我不是嗎 剛才你不說的 你不知道嗎 那你拿我轉插 這個很重 先回家 因為摸了別人的電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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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一下 不是 喂 開始了 好累 今晚拍了兩條片 有行山 有拍片 有吃飯 喂 什麼 想到了 你經常說要跳出框框 喂 又叫我去屋頂 對 不行的 這裡有敗樓 等一下被Strada罵 不知道有沒有敗樓 不讓 出屋頂 但為什麼沒有沙槍 沒有 為什麼 是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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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